第3節 其實你們在香港 我想你們解釋一下 你們在香港花錢 有很多人說 僱主已經給了你吃 又可以住 你用甚麼錢花呢 不如你講講 其實有些是給的 不過多數很多我們都 他們不包括 即是早上和下午 他們上班 不用支給他 多數我們都是自己買的 是呀 你不煮給他就不包了 是呀 很多都是自己 那為甚麼他不給你在家煮飯吃呢 這麼混蛋 他出了街 他們在家拿包通心粉來煮都不行 拿公仔麵 有些都比 不過他們這樣比好笑 就好像一個星期大米 不包公仔麵 如果我們吃 然後他們說 這麼快吃光 即是他給公仔麵吃 如果吃光 他就會說 還有我們泰國人 在我們的國家 當時 我們是吃三餐飯 然後來香港 好像他說 如果老闆不在家 老闆就不在家吃飯 就不理我們 你吃甚麼 早餐吃甚麼 下午吃甚麼 你如果拿了些食物 他會罵你的 或者他會 有很多這樣 即是孤寒的孤署 我們懂公仔麵 但他在合約裏面包你們吃 是呀 合約有包 如果不付 都要付錢 1410元 現在 不過是合約是這樣說 不過多數他們不理 很多我們 所以為甚麼 你那個僱主 會不會看這個 不是 我自己知道 不要打工仔 你要回去 整個密碼封住他 不要讓他看 好像很大碼 我們泰國人 多數是私人的 因為 如果老闆不在家 我們就不可以 自己拿些食物 所以 如果自己想吃 飽一點 想吃飽一點 我們就要自己買 要自己買 是呀 還有出街 如果放假出街 自己買吃 一星期 用電話費 很簡單 你們說 住基本上 可能不用錢 當然住得不好 這個我知道 是呀 如果不用錢的地方 當然不會住得很好 就是 沒有一個家的感覺 或者沒有一個 就算是dormetry 就是一個宿舍 都有自己的東西 但是我 我私宜 在很多的外傭 的僱主 他未必會提供到一個dormetry 給你 其實可能是朝鮑晚叉 或者是熊魚 這個是被迫接受的 他值多少錢 真的無法計算 第二個就是 而且合約 一定要你在這裡住 是呀 不可以給你去別處住 是呀 好了 有些就是 家裡沒有地方 就讓你出去住 好笑 現在笑了 現在不准的 如果老闆想要工人 很簡單 現在的問題 如果再說下去 就是 其實他們 現在香港人 自己說自己提供的食宿 其實是打折扣的 是不是 不是一個真的東西 是呀 最少是部份 是不是真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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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更為好些 你還有自己付錢 在食物方面 住就一定沒得商量 香港太小了 是呀 沒有理由跟老闆說 我租回你一個地方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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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不會這樣做 不可以 其實我想說 因為我在第四節 我就會說 你都沒有用拜物的 所謂商品拜物教的問題 理論上 你紮賺了錢 你覺得住得不好 你又不能搬出去 你可以跟老闆 即是理論上 即是理論上 就說老闆 我給500元 你們給我睡得好些 就可以了 即是從一個交換的角度 明白嗎 其實是用錢糧做到的 是嗎 譬如你說 我天天要收拾床 你要睡完 我才可以睡 不如這樣 我給1000元 你給我一個固定的床 老闆拿回1000元 都可以的 如果你肯的話 當然你們不會 不會 其實你犧牲了 你犧牲了一件事 你作為一個優勢的生活 即是一個可以接受的 合適的生活 他們犧牲了 是嗎 很簡單的道理 這是很明顯的事 任何香港人都不會這樣睡 是嗎 所以這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你們這些情況 是有人知道的 但是大家不想說的 是 說我們就不要做一份工 是 所以要引 是 是 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你 就是 有很多香港人 有一個理由 很荒謬 我會說 就是我也是打工仔 我都沒有錢 如果你加薪金 我便會打工 就是我給不起 你們怎樣看這個問題 例如我住公公公邨 我都見到你們有些同胞 都在公公公邨打工 有時候推著老人家 有時候做事 這個說法到底是否合理 你們看 即是說我都沒有錢 如果你加薪金 你便會害我 我都是窮人 這些我們知道 合約審定 如果老闆 那些薪金 每個月收不到一萬五千元 不可以請工人 所以 你不可以說 我老闆都沒有錢 都不行 因為 政府規定 每一個人 那個僱主一定要月入 一萬五千元 一萬千元 我舉個例子 這樣說 如果一萬五千元 一個人 一個人 四個人 很少人 很少人 有一個人請工人 一家庭 有子女 即是他的家庭 收到一萬五千元 還是 不是一個人 一個人請你 如果你請我 你當我是老闆 因為你才合日 所以你一定有 一萬五千元 一個月 不過另外 你不是一個 一家庭 你有老婆 或者有爸爸 但現在香港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 我一萬五千元 我請過外傭 我養三個人 我養三個人 所以我都不太有錢 如果我加薪給你的時候 我就不行了 不過這些你也想清楚了 如果你養三個人 人工只收一萬五千元 你也不會請工人 你也要想清楚才請工人 但他現在有個問題 我覺得 香港人 有一個誤導 就是怎樣 就是他將香港人 那些 無社會福利 是為了基本的生活 質素差 是找你來解決的 舉個例子 我叫長毛 我有個媽媽 她很老了 我照顧不到她 她找你去照顧她 又服侍了我 她說我媽媽很慘 你麻煩幫忙照顧我媽媽 是很痛的 因為那個老人家 老了之後沒有退休保障 沒有老人的服務 是香港政府 或者香港內部的社會問題 是 不可以找其他人去承擔 是 是 現在有很多人就不明白 是 就是說 我在這裏辯論的時候 就說 長毛 你也是打工仔 我們打工仔 如果給多人工 我們會死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誤導 就是一個misleading 整個問題是轉了 是 是 你沒有可能叫其他國家的低薪工 來解決你的低薪問題 是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很危險 是 如果一天這個邏輯一承入 即使香港的低薪工人 都應該被歧視 是 你們只不過第一個受歧視 很簡單 如果說老人院 即是說你們是take care of 那些 elderly 如果有一個人就不請你了 就拿去老人院那裏 是 是 那他不會叫老人院那裏 阿嬸賺少20元 我老父母很麻煩 不如你不要加薪 不行 這樣說 香港人覺得這樣好像不太通 所以香港人真的很蠢 是 如果這樣的時候 即使在香港 在老人院裏做的阿嬸 應該很低薪工 是嗎 香港支付我那裏是這樣的 因為 為甚麼 他用我們 已經目屬我們 看到 如果我們是 我用都是支持本地 因為我們支持本地的工人 人工是很低的 問題是 本地工人不支持你 是 是 尤其是工聯會 我覺得他真的很蠢 是 我們支持他們 因為我們知道 香港政府對他們不太好 他們常常用我們 看看他們的工人 3580元都收了 你為甚麼常常都要拿 所以不是 他們應該政府要照顧他們的人 不過他們不理 本地人很多都很低薪工 所以 很簡單 你把問題照顧 你們不要 即全部不要 那你是誰做的 本地人做的 本地人拿回你的薪金 不可以的 是 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 其實真的有狡辯 不是 因為 他們賺的錢 是拿回祖家的 拿回你們那裡 家裡用就算好用 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 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是不是 我拿了人工的表 用關你甚麼事 是吧 其實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甚麼 就是 香港和你們的國家之間 那個不平衡不平等 是吧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是 我們再回來第四節